众所周知,特种兵是部队中的精英,大兵作战能力极强,可捕杀也可脱险逃生。 那么,如果特种兵退役之后,在社会上犯罪了会是什么样呢? 特种兵在社会上犯罪绝对是可怕的。 中国就有个退役特种兵犯罪的典礼,抢金120万人,谋害了26条人民,警方用了12年才将其抓获。 此人名叫邓文斌,特种兵退役,在特种部队时各方面表现优越,甚至还获得过百负团阳的设计称号,但就是这么一个特种部队里的佼佼者。 在退役之后,却干气了抢劫、勒索、杀人等违法的勾当。 特种兵退役之后,邓文斌利用在特种部队学习的技能,开始偷到各种摩托,后来觉得来钱嘛,直接抢了起来。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了入室抢劫杀人。 邓文斌从开始的五个人,逐渐发展到了300人之多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犯罪团伙。 从1990年开始到2002年,可谓是动衡江湖市二年,邓文斌在被抓捕前,还曾打电话威胁侦察员,不要抓我,否则第一个杀的就是你,接着就是你的老婆孩子。 可侦察员并未妥协,最终和警察一起将其捉获。 特种兵犯罪是可怕的,但善恶中有报,即使能力再强,也是迟早要还的。 邓文斌作为退役特种兵,不仅给特种兵带来了耻辱,更辜负了国家对他的培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